負民生態公園 負民生態公園是一個台北市唯一的生態公園很稀有 所以呢我們應該保護 查資料看負民生態公園有一些什麼垃圾的問題 還是放針的問題 然後去查那些被放生的動物的一些資料 原本是要推廣保護動物的計畫 然後我們發表完那個計畫之後 就有專業的評審跟我們說可以改成台灣的特有公園 然後但是我們就想說 如果要改台灣特有動物不如就直接用民生社區 比較特有的生態公園來做研究 去找理想就是說我們在公園看到的問題 然後理想當然也給我們很多建議 然後他就公文說公文會有很多垃圾還有雜草 那些都有什麼樣子 對富民生態公園的以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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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國小 民權國小 民權國小 而且很多耶 對啊很多垃圾 這樣怎麼會有的 不要進到水裡 你那邊不要進去 你看到 好 有嗎 有嗎 要不要站好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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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垃圾 我覺得垃圾真是太難猜了 除了幫忙比較垃圾 來幫他帶來參觀的數字 生物就生物嘛 所以人類破壞生物 是已經破壞大自然的圍織 所以所有的生物 就連食物 都是需要受到保護的 不應該被人類失誤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加 守護這邊這個公園 因為裡面有很多 平常看不到的動物還有植物 個人希望六年級 還可以在做更延伸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到了 我們要珍惜大自然一次 珍惜這塊自然不定 無意的都市裡的綠地 我覺得民眾們應該要更加喜歡它 我希望這個研究可以做到六年級 因為我覺得這個研究對 整個民生社區的生態很有意義 所以你們會不會再做到